好的 那么接下来有请参加比赛的八位选手 以及他们的导师登场 皇师先生 您好 我是布鲁 布鲁 很不巧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马上要去钓鱼 可是 马上就要到 用餐时间了 您怎么可能去钓鱼啊 你没看到今天的天气吗 这个五十年的白蒲黄 就浪费了 这小子很有眼色 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哪 走 跟我一起钓鱼去 钓鱼 你这导师啊够不务正业的啊 是 皇师先生特别任性 想做鱼就要自己去钓 钓不上来就不做了 这就是删断了 这是一道传统的地方名菜 跟你说话呢 说说 走哪儿去了 皇老 我恋爱了 我也是像你那么大过来的 知道 我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天下美女 就没有一个我不爱的 你看一下 我弄了这么多水葫芦 合理 这些废水中的高营养 就会让这些水葫芦乱长 环境和人是息息相关的 可是有很多人不在意啊 那我们得把它做得特别好吃 因为我是本届 未来执行厨艺大赛的冠军 伊丽丝的弟弟 梅克特 比都没比呢 你就是冠军了 梅克特 逆吃鸡肉卷 宝贝 你不觉得下午茶吃鸡肉卷 有点奇怪吗 你是组委会最看好的选手 那么紧张 我紧张 整个比赛里 我只对姜千帆感兴趣 我晓鸡肉卷 走 走 去 好好 щоб把女人ase你给给自己给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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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语 是我 给我的风丝 露一下您的手艺吧 我非常不喜欢你说话的语气 而且我也不想拿你当导师 既然来都来了 我也不介意给你的粉丝露一手 为什么你的口感比我的更丰富 为什么鱼味更足更耐嚼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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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十万个为什么小姐 我要选你做我的导师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我要跟你一起打败他们 奥里斯啊 好像全世界都欠他死的 还对着谁 要跟谁比试 对着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他会被吓得不轻 我告诉你 别将你涂地那些肮脏所钻 当年你记得那个子弹 我到现在还留下 我其实最爱吃甜品了 但奥里斯发现之后 他就不让我吃了 他说吃甜品会分泌什么多巴胺 产生幸福感 然后就丧失斗志 厨师不就是应该让大家幸福吗 他可真够疯狂的 喂 小宇啊 到哪儿了 你赶紧的 你自己都下通知书插管子 你可看这一口气就要伤不来啊 爸 我就不回去了 安康鱼竿 你知道对时间要求有多苛刻吗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什么 你一个破鱼竿和你整天谁都有 你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赶紧给我过来 我叫江千帆 是玉萱的行政主厨 我有事想找你谈谈 你曾经去过米其林餐厅用过餐吗 我要是去吃的话用花钱吗 当然不用花钱 而且我会教你所有我会的东西 你可以参加这个大赛 拿到大奖 让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对你广不相看 那我是不是就 就是那种大女人了 当然 非常大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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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连续跑四十五分钟 速率久 不许停 你 你干什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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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疼了 还死了 还不让人家坐 我抱你 丢点钟开饭 你还要十五分钟休息 回你房间去 我的饭桌不欢迎对食物没有仪式感的人 你的饭哪 是我让他那么做的 要是他施级让你吃到早饭 我会开除他的 四点钟起来运动 六点吃早饭 这是我多年来累得普通的习惯 我会给你吃 女孩 你这才来一个多月 你怎么可以把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这些都是江先生教我的 请问我基础再不好 但是江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不光是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喜欢厨艺 我还想争口气 我还想争口气 只要不被淘汰 我就一直比下去 我还想争口气 呢 我还想争口气 不渐 我还想争口气 你 嗯 感谢观看